纽约每日新闻报道 56岁的NYPD华裔退休警佐Yong Chang 4月7号早上在曼哈顿兰诺斯丘医院 被确诊感染中共病毒 不过仅仅在一个小时过后 这名华裔警佐就被发现 死在了离医院不远处 77街和公园大道中间的一个交通安全岛上 报道称警佐在死前5天左右 出现类似感冒的症状 他的亲人让他在家隔离 警佐工会随后发布声明 称这名警员确实死于中共病毒 目前纽约市警局感染中共病毒的人数 已超过2000死亡12人 而且全局有近7000名制服警员因病休假 约占雇员总数的20% 新唐人记者韩瑞纽约报道